今天不講理 今天特別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不講理 開播到現在第100集了 100集 真的是很不簡單 你有沒有什麼心願的 看要不要再100集來實現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最終集好了 就結束在這裡 既然是百嘛 那要不要做個跟百有關係 跟百有關係 對 我們找100位粉絲 如果你跟100個粉絲可以做什麼 吃100盤菜 來問問題吧 今天審問答一次回答100次 你會燒腦刀 錄到半夜 好啦不是 既然是100啦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一個 犒賞嘛對不對 你跟我們辛苦奔波了100集 對 你最喜歡什麼系列 雖然我是一個非常文青的人 吃啊 吃啊 我想到一個地方 而且呢 它剛剛好 不偏不已跟百有關係 大稻埕迪化街 有一間百年老店 它既有文青風 然後呢 又可以讓你吃得很開心 今天我們就來推薦 百年老店 今天做為我們的百集 特別喜歡就這樣 可以啊 好不好 去百年老店 對 來拍攝 而且我找了一個partner 在這裡 不是 沒有 哇 踏進這家店沒有想像過 這是100多年的一家有歷史的糕點店 沒錯 牧師已經大概超過120年了 完全以為這個是一個文青咖啡店的感覺 對 我們大概兩三年前重新裝潢 規劃成現在的樣子 因為我們很希望就是讓我們的消費者 他走進來 不只是帶了伴手禮就走 他也可以在這邊吃我們現烤的糕餅 然後因為我們的工廠就在樓上 他們可以聞到我們現場烤餅的香味 現在可能大家小家庭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也就是推出了小型的漢餅 對 吃起來比較沒有負擔 然後甜度也做了改良 哇 所以你有沒有推薦 我們先從哪裡開始 平溪餅系列 從白玉開始 白玉開始 對 我們的平溪餅 總共有四個口味 那這個是第四代研發的口味 第四代 對 我們第一代的話就是原味 那因為當時台灣很盛產白鳳豆 那我們的平溪餅 就是用白鳳豆的豆沙來製作的 台語的說法是 冰冰涼涼的豆沙餅 對 所以就是冰涼涼涼 聽起來就是平溪餅的諧音 所以平溪是這樣來了 對 餅皮超級多層的 它這個是經過我們師傅手工製作 所以它的酥皮才有辦法做到 這麼多層 太好吃了 再來介紹這是平安龜跟金錢龜 這太可愛了 一個是包黑芝麻 黑芝麻 這個是平安龜 對 金錢龜是包牛軋糖 牛軋糖那一餡 是比較新出的產品 嗯 好吃耶 對 中式傳統的漢餅 但是它還有一種西式套餐的感受 對 沒錯 因為以前我們糕餅業 通常都是人生大事的時候 才會想到 才會用到 對 其實糕餅也可以是我們很 融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真的 不是談到改良跟創新啊 他們其實還有出一些新款的東西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好不好 台灣碰糖跟肉桂捲的結合 肉桂捲不是西式的嗎 是 它是北歐的一種點心 那我們改良的方式是我們加了碰糖 大稻埕其實也有很多賣香料的店家 對 對 那我們就是選用肉桂粉 肉桂實在太香了吧 那個碰糖超級幸福的滋味 對不對 對 我們這一兩年推出了貓派 為什麼叫貓派 跟我們介紹一下 大稻埕附近啊 其實有很多店家都有養貓 貓的個性就是有一點若雞若離 貓派裡面是加了馬鼠 有點黏又不會太黏 是因為這個意思 真的 對 一個是芒果口味 然後這個是肉鬆鹹蛋口味 這是我們第五代老闆研發的 我們可以認識這裡的老闆嗎 聽說今天有機會跟他來聊聊 沒錯 他今天有到店裡面來了 第五代了對不對 對 今年已經128年了 哇塞 傳承到我這邊已經是第五代了 接下這種老字號的店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跟長輩溝通 對 那時候就跟我父母談很久 對 他們就覺得說你真的是來爐了 你趕快走 你趕快走 你不要再來爐了 你每次回來就一大堆 有的沒有意見 對 時代一直都在進步 所以我會覺得不大行了 然後我才會決定說 那還是我回來好了 專心的做這件事情 台灣慢慢有一種體驗經濟的 這種氣氛 所以我就覺得 以一個高餅業 可以如何讓人家體驗得到 所以我們有開設一個 餅藝學院這樣的一個教室 你覺得你會給年輕人 怎麼樣在創意上面的一個建議 老闊闊的餅店 為什麼我們有辦法推出一套下午茶 美美的下午茶 那當然在原始 也沒有這一套下午茶 那當然就要自己東湊西湊 追根究底然後去參考別人 對 那創新留在你自己的核心 你不要全部都copy別人 那就跟人家一模一樣 你還是要保留20 30% 是自己才做得出來的創新 那這個就是你的東西了 就好像說今天我們是要銷售 對 你看看現在流行什麼 把這樣的一個環境創造出來 一個set創造出來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幫你做推銷 這種就是一種創新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體驗經濟 對 所以你們開始有這種手做的創意 你當初怎麼會想到這個 這個是我們餅家的日常 對 可是是你們的陌生的東西 對 是你們的有趣的東西 壓壓 包一包 拿去烤 簡單三分做就好了 感覺好像真的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對 可是百分之80我都幫你做了 對 可是你在 有體驗的感覺 對 所以我今天也可以體驗這件事情嗎 當然喔 好 等一下就讓你來自己包一下 我們的平溪餅也好 蛋黃酥也好 太好了 謝謝副總 OK OK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品嘗的這個平溪餅 好酷喔 那你可以教我嗎 好 沒有問題 捏這個凹陷的部分 把它包在裡面 對 把這個形狀調整一點 讓它再圓一點 完美 所以可以很順利的收口 戳一下讓它更遠一點 就可以了 對 我們現在就可以送進烤箱 Let's go 烤好了耶 沒有錯 溜呼呼耶 對 剛烤出來的 天啊 現烤的不一樣吧 非常好 而且今天我來到這個店 我心裡就是有一個感覺 你們把百年的老店 透過創新 透過新的元素加進去 讓它能完全變成一個 IG打卡的網美店 打從心裡非常佩服你們 今天這個體驗大成功 對不對 不然講講話 你要講講話 你要說大成功啊 大成功不理你自己講 好 今天這個體驗大成功 大成功 落書 現在帶你來到這個香農間 因為我覺得既然是百集 特別企劃 我覺得只推薦一間百年老店 太可惜了 是喔 你知道在這個香農間 有一個老字號的西餐廳 百年了 將近百年了 從它的創始店開始 其實已經快要100年了 喔 西餐廳可以開100年 真的也是太不容易了吧 沒錯 而且它延續到現在 還做了一些變化跟創新 牧師 那我們就一起去感受一下 這間老字號西餐廳 走 非常非常經典頂級的西餐廳 今天我們要訪問到他們的陳總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謝謝牧師 其實我們正在台灣的歷史 大概60年 可是為什麼會100年 因為它是開創在上海 在上海的租界的時候 從上海 但是國共內戰以後 1949撤退了台灣 台北開了一家 那一家是在仁愛路那個開始 仁愛路 仁愛路一直在那邊 哇塞 然後這裡因為有藝術神來 我們叫藝術庭院 對 所以我們剛開始走進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完全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餐廳 因為在外面一個庭院 然後而且日式的建築 是 你知道走進來的時候 就根本就是一個畫廊 其實這個在印象派時代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流行 那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藝術收藏者 跟鼓舞者叫做 薑納德醫師 他在鼓舞大家就說 一般的庶民百姓 不是每個人都會到美術館 可是藝術是眾人的 對 是上禮賞給每個人 所以他覺得應該讓大家都走進去 對 因而他就在餐廳裡面 讓那些畫作 讓那些言論 讓那些思想 他們叫做沙龍 然後我們各式各樣有雕刻的 有油畫 有印象派 有野獸派 有書法 甚至有攝影 我們還當過公益的攝影 就捐給那個愛盲基金會 所以Kevin可以幫我們介紹 現在我們在這個藝術的庭院 對不對 跟以往的這個師傅的味道 都是一樣 完全沒有變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吃到這個 將近100年的老味道 來嘗嘗看 當然… 真的嗎 好 我們就開始囉 好 哇 這是我們三美的手工麵包 手工麵包 手工麵包 老是不親自揉製的 真的 對 這是我們的精神之一 這特色就是它是用發酵 它多數台灣的麵包因為量很大 都是用發粉比較多 對 就沒有它那個帶勁 對… 撕開就知道感覺到 天啊 然後還有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奶油 要像牧師這樣 吃一口要多少抹上去吃 真的喔 這樣才適合奶油的味道 跟麵包的味道 外皮雖然脆不會太硬 很扎實 對 很多人應該是為了麵包來了 對不對 他們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麵包 老顧客 其實很多年了 陳總 我們牧師其實對於餐桌禮 還是滿在行的 對 很在行 我剛剛看一次 其實我們做餐桌禮 我們常開玩家說 你在上餐桌以後 你就知道你對這四七餐 大概熟悉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們常常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告訴客人說 你看湯匙它是在右邊 差點在左邊 對 那你看水面不能擺在 為什麼不能把手邊擺在裡面 因為所謂液體的東西 喝的東西都在右手邊 喔 固態的東西都在左手邊 真的真的 你只要用這樣去記它就很容易 對 可是你要很技巧的 怎麼樣不傷害人家自身心 對 又把這些知識傳承到身上 其實這個照理講是 牧者最厲害的地方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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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從當地基督組以後 發現牧者 在傳遞他們的什麼給我們 都是用很委婉 很有效的方式 對 不是 不過我們從陳總身上 算是上了一課啦 真的 不過你剛剛光吃麵包 是不是覺得已經開尾了 開尾了 好像不吃他們家 其他東西是不行的 繼續 這上面這一片是什麼 起司 起司 洋蔥湯常常在西餐裡面 所以湯的屏幕就是排第一個 為什麼 因為它幾乎不是個家庭湯 它是個營業湯 為什麼 它裡面的底湯 就是它的清湯跟洋蔥去混合 光是底湯就要熬四個鐘頭 對 它每四兩骨頭跟肉才熬一兩湯 好 那它洋蔥也要去炒 40斤洋蔥要炒到最後只剩10斤 讓它脫水 太濃了 而且洋蔥的甜都炒出來了 我覺得你們的食材 已經整個不在話下了 你們的服務讓我們覺得 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一直以來我們希望能夠 傳承下來的一個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那個人情味 對 我們希望帶每一個來這邊的貴賓 能夠帶給他們最好的享受 就是在這個場域裡面製造出很多美好的記憶點 這樣子 這是我們一直希望能夠創造給客人的 或是聊著聊著 你要在桌上 哇賽 豬腳 我們先幫您服務這個豬腳 幫您專人切開 天啊 各位 你說這是宣叔叔最愛的嗎 最愛 哇 他幾乎每次來兩次一定有一次點這個 有沒有聽到 有有有有有有 那它烤到脾脆裡面幾乎 這個不是炸過的 不是烤的 烤的 很嫩 然後很juicy 我們今天還有準備這個 我們經典的招牌菜色 天啊 這是很多客人來一定專程子民要吃的 招牌鴨肝牛排 天啊 鴨肝牛排 對 鴨肝間的外酥 內嫩搭配上最嫩的菲力 真的很嫩 鴨肝的那個濃郁加上那個牛排 恰到好處耶 鴨肝牛排配的下面是Tenderloin 學名叫Tenderloin Tender就是 你說Lami Tender就很溫柔 就是很柔軟的一個牛排 它的部位等於就是豬的里肌肉 哇 這道是什麼 腳尖樂眼牛排 樂眼牛排 對 樂裡部位的牛排 它的油花分布比較均勻 就是所謂的大理石油花紋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juicy 鮮嫩多滋 它有兩個部分構成 最外面這一層叫Rib Eye Raw 有人拿去只戳這一台叫老饕牛排 我們是沒這樣賣 那這一圈就是Rib Eye的主體 OK 所以通常我在請客人先吃這個 為什麼 你要苦盡甘萊 超好吃的 那我要來吃那個 甘萊 太好吃了 其實飲食技能它是回憶的記憶 也是占很大的因素 真的 所以我們常講有一種 叫母食性 你怎麼樣什麼東西好吃 你都不會勝過你的媽媽 因為從小你母親也相當愛 所以我常覺得愛是很重要的 所以服務人家也是要有愛心跟熱忱 對 他會記得 如果你們聽到有人 他今天是來慶生的 你們會給他們怎麼樣 我們會做蛋糕 然後我們全力員工 暫時放在手邊工作 會來幫他唱歌鼓掌 或者周年慶也會這樣子 對 所以這裡真的陪伴了好多代的人 走過他們人生很重要的時光 真的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不講理 走過了一百集 也是我們好消息頻道 第一個進到網路平台的 原生性網路節目 非常感謝所有跟我們一起 跨入網路平台的所有網友 這兩家百年老店 我一直想到聖經裡面的這段經文 就是新酒要裝在新皮袋裡 他們把所有過去他們傳統的經驗 用新的包裝 新的方式 重新的呈現在所有顧客的面前 讓我們看到他們殺出了一條 非常非常崭新的道路 也跟我們的節目一樣 讓我們帶著神給我們的創意 信心 勇敢和膽量 賣出新的道路 今天不講理 今天一百集 上帝祝福大家 Hello大家 禮拜四晚上九點 記得鎖定我們的頻道 今天不講理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按讚 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上帝祝福大家 拜拜 我們下次見